姚阿姨负责小区的保洁工作 对于从天而降的一大袋东西 她说着实吓了一跳 但更主要的是危险 小区没有安装针对高空炮物的监控 民警一边通知相关警种开展勘验工作 提取垃圾内的DNA信息 一边挨家挨户敲门调查情况 第一轮是没有住户承认有这个生活垃圾 也没有找到明确的怀疑对象的 但是之后我们通过里面的 比如说婴儿的止尿库 从而分析出我们嫌疑人 怎么弄了只有这么一户 存在新生儿的情况 从而针对性的提取他们的口腔试字 进行DNA的对比 前两天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民警成功锁定了肇事者陈某 陈某表示民警第一次上门询问时 因为怕摊上事抱着侥幸心理否认了 前天晚上因为加班喝了很多酒 然后第二天从宿醉中醒来 密乎乎的就把自己的一袋生活垃圾 从垃圾桶拿出来随手丢到楼下去了 目前陈某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